詞曲他的來 時光傳 詞曲 李宗楊 曲 李宗監 浮華艷雲 恍如夢 多少豪气已冷 过世家世 新往世 即强热血难停 岁月无尽 青丝为宗 花发一生 儿女多情 相濡一抹 相守今生 相守今生 相依相伴 从此携手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在香港差点饿死 幸好上天垂怜 让我遇到贵人 在她的帮助下 我才有今日的光景 求您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求您相信我 我再去 一赚到钱 我就赶回重庆 想亲自向您赎罪 我四处打听你们的下落 可一直都没有你们的消息 前些日子 我打算买房制产 才从萧总那儿 得到了你们的消息 原来 原来姨婆您过得这般轻苦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要怎么打我骂我 都是应该的 只要能解您的心头之恨就行 我知道 姨婆不会请你的原谅我 但是这点东西 我求你一定要收下 什么东西 我知道苏家的情况 就立刻以姨婆的名义 摆下了这栋别墅 这是别墅的地区 奶奶 这真的是地区 我 我发誓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找回机器 重建大法 让大法 恢复当日的荣景 你 你起来说话 姨婆一天不原谅我 我就一天不站起来 好 我原谅你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今天说过的话 我死都不会忘记的 好 好 碧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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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照片呢 是客人送来家洗的 不问客人是不行的 可是你多洗一张 客人也不会知道 我可以多付钱给你 这是职业道德问题 没有客人同意啊 我不能擅自加洗 那就可惜了 难道看到 可以拍得这么美的照片 敢问一下 是哪位摄影大师的作品 哪什么大师啊 他就是个码头搬运工 名字呢我也不知道 如果您喜欢呢 我可以帮您问问 可若不住这一带 也不常来 算了 谢谢 不客气 奶奶 华安是不是来过 她没惹事吧 没有啊 她就是帮我们 把这种房子买下了 以后啊 就不会有人赶我们搬家了 奶奶 事实不是她说的那么回事 您要小心别被她利用了 我们家现在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利用的 奶奶 话不能这么说 虽然出事那会儿啊 我人不在家 对华安也不熟悉 但是她跟罗总来往的时候 我特别留意过她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所以俊杰提醒她是对的 奶奶 奶奶 华安把这房子买下来了 您知道吗 你见过华安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上次空袭的时候 我遇见她的 反正她已经解释清楚了 还买了这栋房子 给奶奶赔罪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不是吗 解释 不管她怎么解释 我都不会相信的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 她在演戏 照你这么说 她空袭时救我也是在演戏 除非她知道 日本鬼子的飞机 什么时候要轰炸 还得随时跟踪我 等着来救我 谁知道 不管怎么样 总之你在见到华安以后 你应该告诉我 我应该要告诉你 那你呢 你每次能不能 要求别人之前 先想想你自己啊 方俊杰 你又想说什么 你还不承认 上乎你脸上的伤 明明是在看守 所看雨晗的时候 被警察打伤的 你为什么骗奶奶说 是在躲空袭的时候 撞伤的呢 你为什么每次 都对我们撒谎 为什么总是骗我们大家呢 你说呀 你为什么呀 你说呀 你说呀 你 说 说 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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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 我扶她上去 回屋吃药去 快 别激动啊 回屋吃药去 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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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之常情 奶奶不怪你 但是毕竟你们两个 都是各自有家庭的人了 什么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要拿您好分寸 知道吗 我知道了 这简直像神话一样嘛 怎么华安就能遇到这么好的事 你也不相信是吧 只能说是传奇 叫人难以置信 所以我觉得 每次我看到华安跟萧剑 这四目交汇的时候 我心里老是不踏实 我总觉得会有什么坏事发生 你这叫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生 你被萧剑害过 华安又曾经害散了苏家 所以当他们俩凑在一起 你自然会往坏的地方向 也许是吧 我还真希望自己是杞人又天 对了 那天我在你桌上看了一叠照片 里头有康康 什么时候拍的 那天啊 是康康的生日 这晚啊 给他拍了几张 拍得可好看了 让我看看 好 我拿给你啊 昊仁啊 你看 这几张照片啊 就是康康生日的时候 在燕儿家的饭馆拍的 这两位啊 就是燕儿的父母 刚到重庆时 康康就是他们帮着带 对康康可好了 哎 这张 就是志伟去鱼北出差的时候 在江边拍的 好看吧 很美 很美 这是谁啊 不认识 志伟怎么会 特别把这个女孩子放在里面呢 大概是附近的瑜伽女子 不小心拍到的吧 那为什么她要蒙着脸呢 也许是怕晒 挡太阳什么的吧 我们大楼的货 怎么会出现在照片里呢 是有些奇怪 怎么这么多箱子 干什么用的 我还真挺好奇 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等你把照片拿给志伟的时候啊 顺便问他不就明白了 哎 我再看看 哎 我再看看 被偷了吧 哎呦 别吓死我了 喂 别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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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来看店的时候 我发现 昨天走的时候还好忙的 哎 哎 哎 忙问一下 怎么回事啊 哎 昨天夜里面 闹小偷 把张晓馆搞得一趟什么啊 我这店子看了十几年了 那没得罪过人哪 没得罪人哪 那是什么啊 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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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呀 快点 把这些菜啊 拿去洗一洗吧 嗯 我有事跟志伟说 我待会儿再洗啊 哎 快来 来啊 哎 哎 走 快 哎 哎 哎 你干什么呀 有话不能在外头讲 鬼鬼祟祟的 被你妈看见以为我们俩干什么呢 油嘴我都说不清 你说不清 就娶我呗 你别吓我了 哎 我有那么吓人吗 好了 别闹了 说正事 你先坐下 我给你拿 哎 哎 哎 你看了一定会吓一跳 哎 哎 哎 真是宝刀未老啊 我都好几年没有人想戏了 啊 你看这些照片 一看就是有一身本领 这照片要拿出去 谁会相信是一个码头搬用工牌的 哎 哎 对了 昨天我去照相馆 老板跟我说 有人高价去买橱窗里的照片呢 我刚经过照相馆了 橱窗被砸得稀巴烂 相片也被人拿走了 老板说 昨天晚上造小偷了 哎 那怎么回事 那岂不是可惜了你的杰作 哎呀 底片栽再洗就是了 重点是 这照相馆什么时候再开 哎呦这照片里是谁啊 美得嘞 我看看 这不是我吗 不认识了 哎 你说拿着这张照片去相亲的话 我跟保证 十次有九次都成 哎 那还有一次呢 那就是我 因为我知道 你是小辣椒 哎 讨厌 你拿我消遣 你要不喜欢 还给我 哎 我不是不喜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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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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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那个照片还我 要是我真来上你 你这辈子就走不掉了 哎 你呀 快来帮忙啊 哦 来了 照片你自己收吧 好 哎 我今天来有个任务 就是向您汇报 重建大发的进展 哎呀 说什么汇报啊 我又不是长官 有话就说啊 我已经通过消息 知道了机器的下落 只要得到机器 就可以重建大发了 哎 难道说 一定要用以前的机器 才能生产 那倒不一定 不过 进口的机器 盛展出的面粉 质量的确不一样 大发要重新出发 就必须得保持原来的口碑 那倒是 可是 这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呢 我 您别担心 我来想办法 是吗 就当做是 当初您给我的那笔钱 连本带利地还给您 您一定不要拒绝我 哦 这话可是你说的话 不许食言 当然 要不我发誓 哎呀 发什么誓啊 姨婆相信你 以后啊 我会不定时地 向您汇报进度 不过 说不定这机器 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没事 都等这么久了 不差这一时 那是 华安 奶奶可把你的话当真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机器 看我是不是真的 好啊 奶奶 这个主意倒不错 有你跟着一块去 有什么状况 你可以直接回来跟我讲 华安 就省得跑这一趟了 是吧 姨婆说得是啊 就这些 底片呢 整个线会儿都翻遍了 没找到 万一照片流了出去 敌人一颗炸弹 就能把秘密仓库炸成废墟 到时候 整个后勤输送中断 影响之大 难以孤寂 你我都得以死谢罪 小姐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继续找 找到为止 是 确定没有留下蛛丝马迹 我们故意拿了些贵重物品 布置成小偷光顾 警察不会起疑的 东西呢 在这儿 这是什么 我们想 这也许会有些用处 所以我们就拿回来了 照片里的这个女人 应该住在码头附近 找到她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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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这个 这个不错 来 上一张 上一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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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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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的饭来了 来 快点 哎 给不给钱啊 不给钱我拿走了 催什么催啊 跑不了你的账 别人还等着我送饭呢 你们不饿别人可等不及了 看你 走 兄弟们天天照顾你们饭馆的生意 先欠着不行啊 赶紧给钱 要不然 我拿走 算了算了 看 我 我 我 挣点钱拖拖拉拉 行了 以后不做你生 你 快快快 这敢管上 来 谢谢啊 他 要去 走 你干什么去了 别提了 你气死我了 以后再也不做他们生意了 怎么了 一个个大老粗 说话咋门比谁都大 问他们拿钱 都成了龟孙子了 给你 老板 过来点菜 还来了 老板 您吃点什么 来碗蛋炒饭 好嘞 我来碗红油超手 红油超手 好嘞 您呢 我 我也来碗红油超手 好好好 还需要些什么吗 多放辣子 好嘞 对对对 多放辣子 稍等啊 现在可以说了吧 有一批军火在缅甸 要运来重庆 这买家想要把它运出去 还得仰仗罗总您的权势啊 送上门来的肥羊 不狠狠地宰他一下 太对不起自己了 这个嘛 一不小心就会人头落地 这个运军火太危险了 所以才要找会长您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你当我能一手遮天啊 运军火这太危险了 一路上大神小鬼都得伺候着 光这打通关键 我老板他心里有谱 只要能安全送到 这运送费 随罗总开口 就算了 好 看 好 西女 丁倩 丁倩 来 你看我们家儿子 这是康康啊 都那么大了 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 那会儿它还这么大 现在该上小学了吧 可不是吗 丁倩 这战争时期 我们俩还能再见一面 真的 我觉得跟做梦一样 世事无常啊 难以预料 这是你先生啊 算是吧 他是不是罗昊然 他是医生对不对 你怎么会知道啊 他前段时间啊 在乡下一诊 刚好医治的就是我们同事 我们都夸他 说他技术好 而且对人非常热情 大家心里佩服他 他是这个样子的 一工作起来啊 完全忘了自己 特别投入 那你们怎么没想着 给康康添个弟弟妹妹啊 我 我 不说了 我懂 战争时期 多个孩子多份牵挂 你们三个人平平安安的 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其实 是 怎么了 没什么 看照片 我跟你说 你说 说什么照片啊 好 初医咱 别性 都有 另外这种 哼 别装了 其实你很清楚 把东西交出来 把照片交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照片交出来 把东西交给我 我没有 没有 快点 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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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打到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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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了 快走 站住 蹦蹦 蹦蹦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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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什么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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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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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怎么回事啊 我没才回去 我看见燕儿跟伯母 躺在地上 留了好多血 不听见楼上有声音 我就追了上去 那你看见凶手没有 我看见两个男的 只看见背影 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昊然 情况怎么样 燕儿的妈送到医院 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燕儿呢 失血过多 不过我灭尽全力抢救 不过 不可什么 之位 抱歉 之位 之位 啊 啊 我 没错 干得好就是这些 没留下什么证据吧 放心吧 那对魔女肯定活不了 这样也好 一干二净 灭除后患 不过后来又来了个难的 但是并没有看见我们的脸 确定没有 确定 照片应该是这个难的拍的 联系一下华安 调查一下他的背景 你说出人命啊 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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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里外外我们都搜查了一本 真的 应该是临时起义劫财杀人 不可能 店里就这么点左转资金 他犯得着取两条人命吗 盗匪穷途陌路 好比是血的苍蝇 管他多什么 只要是钱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见过北洋 他们的样子根本就不像土匪 而且手法很专业 都是一枪毙命 肯定受过训练的 那是你的主观看法 不能做证据 我是目击证人 你应该相信我所看到的 我是警察 我有我的判断 正因为你们是执法警官 那你应该广纳意见 不应该忽略任何的线索吗 你办案还是我办案 还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怎么 你们要草菅人命草草结案是不是 你说话小心点 不怕再进看厕所 也是 难怪你会那么嚣张 有个会长夫人的妈 吃得开啊 你说什么 这位 冷静点 守队 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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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一批军火 要从缅甸运到重庆 你有没有办法 搞一个特别通行证 行是行 可是 葛局长 有钱我肯定先想着你啊 多少钱 三七分 绝对不行 不准备 知道她 路途遥远 又在打仗 我的风险 花球 样样都很大 我也不容易 每个关口都要逐一去打点 哪儿不需要钱 你以为这事 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那这样吧 四六 这是底线了 好 成交 哈哈哈 什么 什么 这 奇怪 这照片呢 难道 歹徒的目标 就是那些照片 这位 我一直想问你 这个女孩是谁呀 山里的村民吧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 那你这照片是在哪儿照的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在 于北江边的码头照的 当时我只想着拍这只鸟 没注意那么多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你看啊 这大罗装货的纸箱子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真的有大罗棉杀四个字 你要不说我 我还真没发现 会不会跟大罗有关系啊 要不这样吧 这照片啊我交给罗总 看他怎么说 说不定啊 他能找人帮我们查查呢 别 我现在不想跟罗浩东 有任何关系 交给警察局 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警察是在敷衍我们呢 我们现在没有底片了 这张照片 是我们唯一的证据 那该怎么办呢 只有找俊杰 只有找俊杰帮忙 他才有办法 他才有办法 你们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联想 月儿在临终前 说了照片两个字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后来我回去整理房子 现场看似一片龙岸 其实只少了一些零钱 和抽级里的照片 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月儿母女被害的前一天 月儿戏照片的那家照相馆 被人偷了 如果说照相馆里贵重的物品 被偷的话 当然不作为奇 可照相馆里连照片都被人拿走了 这有点不寻常 这的确有点不寻常 这跟照片上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呢 橱窗里头有几张照片被放大 这只是其中一张 而且橱窗的玻璃被全部敲碎 照片被全部拿走了 这么说 这个人是不希望这些照片 在街头出现 被人看见 没错 还有更让我们吃惊的事情 俊杰 你看见这张照片上面了吗 大罗棉杀 这位 也许是你拍到了不该拍的东西 所以才引发一连串可怕的事件 那这位会不会有危险呢 很有可能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那些凶手找到志伟之前 先找到这个女人 也许从这个女人身上入手调查 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几点了 十一点 我约了人看文蒂 我先走了 你们俩先商量了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你路上小心啊志伟 好 走 你看这件事 会不会跟大罗有关系 我不知道啊 但据我所知呢 在于北偏远的地区 他只是收购棉花 他不销售棉花的 会不会是有人利用大罗的箱子 里面装着别人的东西 这样吧 我想办法把照片登出来 心虚的人必然无所遁形 是不是跟大罗有关系 也就呼之欲出 你要能这么做的话 我心里真是踏实多了 俊杰啊 那这照片的事情 就交给你处理了 好的 事不宜迟 我这就回报社 嗯 标题耸动 但内容空洞啊 有什么可以作证啊 这是被害家属提供的 言之凿凿 他是怕凶手有备而来 所以不能详述谈话内容 万一报社被人利用 可就不好了 我以人格担保 以上所写的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 我不是不信任你 总觉得有些不妥当啊 主编 事不宜迟 万一苦主求诉无门 接受别的报社访问 那我们就失去了一个 独家报道的机会 赶紧拿个主意吧 好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万一有什么 我负全责 好吧 上社会办头条 谢谢 约命 你的腿全好了 该回房睡 我下班很晚的 不想吵醒你 还是去楼下睡吧 多晚我都等着 谁让我是你妻子 我不想你辛苦 你少来这一套 你愤明就是故意躲着我 方俊杰 你太过分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小心身体 你身体不好 毛骨耗子甲慈悲 你现在巴不得把我气死 就没有人妨碍你跟雨晗了 你非要胡思乱想吗 你这样下去会疯掉的 我是疯了 我是被你逼疯的 口口声声说要跟我过日子 心里边却想着别的女人 这么多年来 我为苏家尽心尽力 你没看到吗 我是看到了 我还看到你和雨晗在咖啡厅里约会 我跟雨晗是有正经事要当面谈 而且就这么一次 有什么事不能来家里谈啊 就一次就被我撞下来 太巧了吧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我还想问你 你为什么跟华安在一起 你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好 你不告诉我 没关系的 但华安是什么人 你我心里有数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跟他走得太近了 就怎么样 总好过有些人表面一套 背地里一套吧 你别走 你别走啊 我不许你走 你不要再这样 我揪着好 你别走啊 我不让你走 行了行了行了 大半夜的 还让让人睡觉 找什么呀 俊杰 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 我碰见他和雨晗在咖啡厅里 约会 这不胡闹吗 当时我也在场 我们在谈叶尔的事 只是我有事先走一步 仅此而已 真的 那谁会知道吗 而且我还看见 他帮雨晗拿外套 而且很亲密的样子 叫谁看见了都会误会的呀 你这样疑神疑鬼 日子怎么过呀 行了 赶紧睡觉 请不吝点营 天呗 山东 拔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享受 永远享受 才明白情商 有人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永远相爱 情愿深深深入五海 永远相思 永远相思 无人亲便 装满情怀 永远相守 永远相守 才明白情声 才明白为你而来